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迫割让了大片国土 其中仅仅是在1858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清朝丢失的国土面积就高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夺走清朝如此巨大面积国土的并非是发动战争的两个参战国英国、法国 而是在一旁坐毕上官的沙俄 更令人吃惊的是 沙俄不费一枪一弹 全凭一个人的一张嘴 就将清朝的百万国土一口吞下 这个人是如何做到的呢 1856年 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许多遗留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英国、法国穗里亚罗号事件和马舍夫事件为借口 联首向清朝发动战争 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此时 早已对中国东北地区领 普有觊觎之心的沙俄以移民为借口 趁机强占了黑龙江以北、沃苏里江以东地区 当时清朝已将原本驻守北方的大部分清军都抽调往南方去对付太平天国习义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因此无力阻止沙俄的野蛮入侵 沙俄知道清朝面临的种种严峻形势 因此提出驻华防阴的说法 违逼利用清朝黑龙江将军一删 于1858年签订了艾辉条约 这项条约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将黑龙江以北 外京安宁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清朝火土化归沙俄 清朝政府并不承认艾辉条约的合法性 并强烈抗议沙俄这种不请自来的行径 不过 鉴于当时清朝面临的种种危机 所以对东北的情况 暂时也无力做出应对措施 到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尾声 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 此时作为沙俄驻北京公使的伊格纳基耶夫伯爵 看到了沙俄可能将占领驱河法化的机会 他首先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京 以及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和情报 帮助英法联军顺利攻入了北京 并因此取得了英法联军的信任 然后伊格纳基耶夫以调停人的身份 介入到清政府和英法联军的谈判中 伊格纳基耶夫一面极力让清朝方面相信 自己是真心想要帮助清朝恢复和平 并因此获悉了清朝在谈判中的底牌 即让英法联军尽早退兵 另一方面伊格纳基耶夫又利用手中掌握的底牌 向英法联军陈述厉害关系 他向联军表明 如果他们的军队步步逼近 导致让大清王朝解体的话 将会在贸易方面蒙受多大的损失 由于英法联军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要在贸易方面获得更大的权益 所以伊格纳基耶夫的陈述正可谓是切忠要害 在谈判的过程中 伊格纳基耶夫向清朝提出了要求承认爱归条约的有效性 并将原先规定为中俄共管的屋 苏里将以东至海支的包括库业岛以及不动让海深百在内 约40万平方公里归沙额所属 加上此前要求的60多万平方公里 总共要求割让的国土面积达到了100多万平方公里 而在和英法联军的谈判中 伊格纳基耶夫却很好地隐瞒住了这一领土野心 因为他知道一旦被英国、法国得知此事 两国必然会要求获得同等的权益 这样一来很可能使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避免夜长梦度 伊格纳基耶夫建议英法联军在谈判过程中不要拖泥带水 因为冬季即将来临 一旦北京周围的主要河道结冰 联军就会陷入中国人的包围之中 狡猾的伊格纳基耶夫在谈判双方周旋 成功对英法两国隐瞒住了沙俄的领土野心 而又让清政府相信英法联军的战舰和军队支持他的领土野心 最终英国、法国分别于1860年10月24日 25日同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 条约中的内容和英法两国的最初诉求完全相符 因此沙俄这个调停人其实并没有帮清朝减少任何损失 也没有帮英国、法国取得更多利益 1860年11月14日 沙俄也同清政府签订了另一份重量级的北京条约 根据条约中的规定 清朝总共割让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 沙俄不费一枪一弹 仅凭外交官伊格纳基耶夫的一张嘴 就将远东连看平央地区的大片土地收入囊中 这也算得上是外交史上的一项奇迹了 只是令人痛心的是 这项奇迹的受害者却是中国的清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